大家好,今天先来跟大家分享QR Code 2维码在Stable Diffusion的制作 这个制作方式大概已经出现有一段时间了 相信很多大大们也都已经看过网络上的制作方式 老阿贝的制作方式和大家制作的原理差不多 不过只要三个步骤就可完成 第一个步骤,下载ControlNet Brightness Model 一样来到影片的下方,点ControlNet SD15 Brightness Model下载网址 要下载的是这一个档案,点这里来开始下载 储存到您的Stable Diffusion安装目录,底下的Extension资料夹 找到这个资料夹并点开它,再找到Model资料夹 点进去,把下载的档案储存在这个位置 因为老阿贝之前有下载过了,所以就不再下载 下载完毕后,回到Stable Diffusion Web UI检查ControlNet是否有抓到 点开ControlNet,点重新整理按钮 点Model下拉式选单,找到刚刚下载的Model当名 有找到的话就没问题了,没找到的话请检查是否放错路径 第二步骤,用网络上的工具生成Q2 Code二维码 一样在影片的下方,点Q2 Code二维码生成网站 这个选项可以选择生成不同种类的二维码 老阿贝要生成的是网址种类的二维码,所以就是预设的选项 Code Type也是用预设值Q2 Code这一个 这边输入您要生成二维码的网址 侦措等级设为Hi 底下的设定全部用预设值就可以了 点Generate Code按钮 在Q2 Code二维码图片上按滑鼠右键 选择另存图片,选择您想要储存的目录底下并按存档 第三步骤,用Stable Diffusion加上ControlNet 扔成Q2 Code二维码,回到Stable Diffusion WebUI 先来选择Checkpoint Model 这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尽可能选卡通或动漫的Checkpoint 这样二维码小码成功率比较高 如果您选择的是Chillet Mix这类的,二维码小码成功率比较低一点 老阿贝选择Anything这一个Checkpoint Model 剩下其他的设定使用预设值就可以了 输入简单提手画面 输入E-Girl 输入简单的反向提示词 输入完毕,将画面往下拉 选择您常用的Sampling Method 调整您常用的Sampling Steps 底下的参数全部用于设值就可以了 来到ControlNet这边 点这里,将刚刚生成的Q2 Code二维码再入 再将画面往下拉 Model选择刚刚下载的Brightness 再来的三个设定是重点 Control Weight设定0.65左右 Serting Control Step设定成0.35左右 Ending Control Step设定成0.75左右 这边的左右会被Sampling Method和Checkpoint Model影响 如果生成的Q2 Code二维码扫码成功率不高的话 可以调整这三个选项 Control Weight可以理解成原Q2 Code所占透明度比例 假如设为0 原Q2 Code图就完全透明 只剩下图片 像这样 Q2 Code二维码并没有和图片融入 那如果把值设为1 就只剩下Q2 Code二维码 理解过后 各位就应该会知道为什么Control Weight要设0.65 因为生成这类的Q2 Code二维码 最主要的还是要能扫码出来 所以原Q2 Code图片可视的比例会比背景图多一点点 不过这边的设定会根据您所选的Checkpoint Model和Sampling Method不同而稍微变动 自己多调整几次 有经验后就大概知道应该设多少了 再来是Starting Control Step和Amming Control Step是两个设定 这两个设定跟上面的Sampling Step设定有关系 这边的Sampling Step设定15 所以当Control Weight的Starting Control Step设定为0.35时 因15乘上0.35等于5 就表示Control Weight在Sampling Step的时候将原Q2 Code图介入开始作用 同理可证 Ending Control Step设定为0.75时 Control Weight在Sampling Step为11之后不再作用 这三个设定在Control Weight上非非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知道设定的作用在哪里 这样您才会知道如何去调整这些参数 再来底下的这些设定目前就先用预设置即可 跑图后有需要再调整 跑出这样的图 有没有猜到哪一个设定忘了调整 如果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 恭喜您 有天分哦 调整完后再来跑一张图看看 这样Stable Diffusion就成功生成QR Code二维码的图片 再来就是拿手机试着扫码看看 老阿贝试着扫这张QR Code二维码是可以成功的 成功后可以一次跑多张图来选择自己喜欢的 点开来看看 这边老阿贝就没扫码测试了 应该是有的灵敏度很高 有的就比较低 来把女孩改成汽车室看看 看起来还不错 不过这张QR Code二维码 扫码灵敏度就比较低 手机要拿远拿近 不断的调整才扫的出来 可以像刚刚那样多跑几张图来选 影片片头的那些二维码就是多跑图选出来的 扫码灵敏度还算不错 阿老阿贝你这样给人家省步骤 会不会每省步骤做出来的比较好 纯理论上来说差别不大 但有没有比较好 应该要是做来比较看看才知道 先来看看这两张QR Code二维码 看得出来哪一张QR Code二维码是省步骤做的 又哪一张QR Code二维码不是省步骤做的吗 答案揭晓 左边的图是省步骤做出来的二维码图 只用了一个ControlNet 右边的QR Code二维码是省步骤做成的 使用了两个ControlNet 如果你对Stable Diffusion够了解的话 就能知道这两个做法没有哪一个做法比较厉害 思考的出发点和适用性不同而已 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 希望各位在学习上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条路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影片对您有帮助的话 再记得帮老阿贝订阅 分享加按小铃铛 谢谢大家 祝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银鞠躬 请不吝点赞 订阅